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妻子 我接受不了 我们离婚吧 高鹏此时也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毕竟自己说的都是真的 只为了能早日的还上欠款 重新开启自己的事业 但自己的妻子刘湘就是不愿意相信自己 或者说是不愿意原谅自己这么做 高鹏现在也就想能处理这件事 希望刘湘原谅自己 高鹏和刘湘两人是通过相亲认识的 高鹏的岁数要比刘湘大几岁 高鹏在毕业之后也是直接回到了家 所在的城市工作 接触了今年物流行业之后 手上有点积蓄加上银行的贷款 也是自己开了一家物流站点 事业之初并没有特别好做 但随着日积月累的货源和车队 渐渐的也就好了起来 也成了当地十分有名气的小老板 也就是在事业有成的时候 认识了小自己好几岁的刘湘 刘湘正好是大学毕业 也是正在找工作 但刘湘的家里却催得十分着急 刚在市里找到工作了的刘湘 就被家里安排出来相亲了 相亲之后刘湘对高鹏一点感觉都没有 毕竟自己比他小好几岁 但刘湘的父母却十分的喜欢高鹏的为人 毕竟高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折磨多年 论怎么招人喜欢那是一流的 在之后刘湘也是在自己父母的撮合下 两人先确定了恋爱关系 其实最初的时候刘湘只是为了不让自己的父母催自己 才答应与高鹏先相处一段时间的 但随着在之后的接触当中 刘湘渐渐地也对高鹏改变了想法 虽然高鹏平时有些忙 但总是每天能抽出一点时间来陪刘湘 带着刘湘去逛街 买洗衣服之类的 高鹏对刘湘算得上是一见钟情 或许是女生都是比较物质的 之后刘湘也就和高鹏确定了关系 彼此之间也就算是分不开的那种了 在两人相处了一年多之后 刘湘和高鹏两人携手 步入了婚姻的围城当中 自打两人结婚了之后 刘湘就全置在家里了 毕竟高鹏十分的能赚钱 再加上高鹏每月都能如数的 把全部收益都给刘湘 瑞典也是十分的让刘湘满意 之后刘湘也是给高鹏生了一个儿子 这下让高鹏更加的努力了 但是造化弄人 当时因为一车祸的原因 让高鹏的产业元气大伤 当时高鹏以为很稳 就没有给车上的货物上保险 但怕什么就来什么 这辆车在高速上还是出事了 开车的司机 一个没了一个重伤 满车的货物也都直接烧光了 高鹏当时拿出了自己的积蓄 去赔偿货主 又拿出挺多钱来安抚商者家属 自打这一次之后 高鹏自认为自己在货运行业 不应该呆了 就开始找新项目 当时也是被一个挺不错的个人 介绍了一个南方人 做出口贸易的 当时的高鹏想着做一把大的 就拿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 然后又在银行贷款了一百万 来做这笔生意 但令高鹏没想到的是 一个月后这个人失联了 当时也是报了警 但是也没有找到 当时的高鹏算是倾家荡产 还欠了银行一屁股债 在欠了银行这么多钱之后 高鹏选择出去打工 刘香也是把孩子交给了自己的婆婆 也出去打工了 并没有高鹏欠很多钱 而离开高鹏 而是一直在背后鼓励着他 转眼高鹏出去工作也有半年多了 现在每月的工资也有一万多块 刘香的工资全部用作一家人的开销 高鹏的钱则是直接还给银行 但也就在前段时间 高鹏长期加班引起了刘香的怀疑 刘香当时也是留了一个心眼 在高鹏说加班的时候去他的单位找了他 但是当到了他单位之后并没有找到他 而是在他公司楼底下 看到了自己不想看到的一幕 或许是因为电梯正好错开 高鹏和一个女人坐了另一步往下的 刘香坐了另一步往上的 当刘香又下来的时候 看到了高鹏正在抱着一个老女人 依依不舍地分开 刘香正要上前问个明白的时候 这个女人开车走了 看到开的车的品牌 刘香知道这个女人十分的有钱 当时刘香直接上前问到高鹏这是怎么回事 当时高鹏也是挺意外的 之后高鹏便阐明了实情 原来是这个女人是高鹏所在单位的老板 或许是因为高鹏的个人魅力 让他喜欢上了高鹏 高鹏最开始想拒绝 但最后在金钱的趋势下还是妥协了 但刘香实在是接受不了这一点 最后还是坚持要和高鹏离婚 任由高鹏如何解释都无动于衷 在刘香的心里认为 虽然是为了钱 但也不能出卖自己的脸面 现在也是在高鹏的 坚持下两人还没有离婚 接触于夫妻之间说到底还是忠诚 无论任何理由都不是背叛婚姻的借口 但有些人往往就是会在某些时候 做出一些违背道德的事情 在现如今社会上已经是非常常见的了 往往一对夫妻的底线就是如此 允许在婚内争吵 但就是不允许在婚内出现背叛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想法 在小的时候 我们会认为自己一定会闯出一片天地 但真正地步入社会之后 才发现赚钱并不是那么的容易 并不是我们靠着努力 就能赚到让自己衣食无忧的树木地 在这时候就有些人会想一些其他的办法 就比如找一个有钱的另一半 于是很多女孩子都会走得捷径 但当下社会很多男性也都有此想法 面对生活的不如意 可能会与比自己大好多的成功女生在一起 只为了能减轻自己的生活压力 就比如文中的这个男人 其实文中的这个男人虽然是做出了对自己婚姻不忠诚的事情 但是他的做法也是伤害到了夫妻关系 既然你破产的时候你的妻子都没走 那么你就应该靠着之前的人脉 或者是个人能力再让自己的产业起死回生 并不是找一个有钱的女人减少你的压力 想对文中的男人说 你现在这样也只能是一时的 出于你个人长相还不错的原因 你的大老板看上了你 再加上你的阅历或多或少的比其他人要强一点 才有现在在单位的地位 但这种事迟早会被发现的 只毕竟包不住火 想对文中的女主说 你的想法我十分的理解 但如果你还爱着你的丈夫 就让你的丈夫选择辞职和他断绝所有联系 当你发现的时候 你的丈夫也十分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只是逢场作戏 他不可能爱上一个比他还大十多岁的老女人 他想靠着这个女人的资源早日还清自己的欠款 早日重新开启自己的事业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 妻子嫌弃丈夫无能离家 丈夫家里拆迁女子回家 丈夫 她只谈钱 孟琳此时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妻子 晨曦会再次地出现在自己面前 曾经晨曦出走时候的嘴脸 她仍然历历在目 但此时看到她却并没有像之前的恨 刚回来的时候 孟琳不止一次地想过晨曦是不是要回归 但通过她回来的种种做法 最终还是让孟琳彻底地认清楚了自己的妻子 曾几何时声称无论贫穷富足都不离不弃的妻子 孟琳和晨曦两人是通过相亲认识的 最初的时候孟琳并没有看上晨曦 晨曦也莫看上孟琳 但在双方父母的撮合下 最终两人还是决定先相处一段时间 之后两人也是在相互地了解了之后就走到了一起 其实孟琳长相挺帅气的 但就是家庭条件比较困难 孟琳的父母都有些残疾 虽然住在市郊但夫妻两人也没有太大收入 孟琳则也是在读完初中之后就出去打工了 虽然赚的不少 但现在大部分的钱都给自己的父母买要吃了 晨曦的家里则也使普通家庭在一个村里边 晨曦的长相并不是很出众 所以一直都没有结婚 直到现在24岁了还没有对象 孟琳的年纪也比晨曦大两岁 孟琳之所以还没对象就是因为钱的问题 当时晨曦的父母撮合两人 也是想让自己的女儿找一个比较老实的人家嫁了 在父母的撮合下 之后再相处之后 两人再认识了半年之后就凤子成婚了 当时晨曦的父母也是没有要多少彩礼 就把晨曦嫁过去了 自打架过来之后 晨曦再生完孩子 就一直在家里照顾孩子 照顾孟琳的父母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一家五口全靠孟琳的工资维持着 晨曦在换季的时候 想买一件自己喜欢的衣服都不舍得 正所谓贫贱夫妻百事爱 夫妻两人总是发生争吵 孟琳的父母也没有办法干涉两人的生活 只能是在旁边看着 在孟琳上班之后也是尽量的不让晨曦干些什么 但在两人结婚了三年多之后 晨曦还是一声默坑就走了 当时孟琳去到自己的岳父母家里找 但也没有 晨曦这个人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 孟琳其实也知道晨曦是离家出走了 和其他的男人走了 但他现在自己却无能为力 没有任何的办法 在之后孟琳还是要继续的生活 虽然自己的父母带有残疾 但孩子现在上了学了 父母也能骑车子去接孩子放学 也没有了后顾之忧 但孟琳家里的生活确实是不好过 但最终还是苦尽甘来 在两年之后 孟琳家所在的村里拆迁了 当时孟琳的家里也是得到了三套房产 还有近百万的补偿 虽然是这样 但孟琳还和之前一样 并没有因为这几十万的积蓄 还有这几套房产的原因在家里闲待住 但也就是在这时候 孟琳的妻子晨曦却回来了 这时候的孟琳也是五位杂陈 虽然她还想着自己的妻子 虽然通过这两年多的时间 孟琳早就已经不再很晨曦了 尤其是当看到自己的孩子 看到了晨曦欣喜的样子 当时孟琳已经有不纠缠之前的事情 只要晨曦现在回来和自己好好过日子 什么都无所谓了 但回来的时候晨曦的一起所作所为 让孟琳彻底的失望了 当时晨曦回来的时候并没有像之前一样 而是一直分开着 找了一个机会直接问到孟琳说道 具体是分了多少钱 多少房产 房产上也得都是谁的名字 当时这件事并没有引起孟琳的反感 但晨曦一系列的做法 让孟琳彻底弄清楚了晨曦回来的目的 隔了几天之后 晨曦就开始和孟琳谈条件 当时晨曦说道 想让自己回来可以 但必须是给她一套房子 然后把拆迁款都给了她手中 她才考虑是不是回归家庭 孟琳在听完这些之后 很郑重其事地对晨曦表态道 不可能 想都不要想 通过晨曦张嘴是钱 闭嘴是钱 孟琳已经彻底地知道了晨曦的想法 之后直接说道 直接离了吧 你的嘴里只有钱 孟琳在这时候也想好了 如果她不离婚的话 那么我就准备走司法程序 反正夫妻之间早在两年前就已经是名存实亡了 现在看着自己手里有钱了 就又回来 真的是可气可恨 接触于 在当下社会 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墨钱寸步难行 但很多人碍于个人能力就到这里 所以家庭比较困难 并不是因为懒惰导致的穷 其实这是很多人的现状 但当下社会物质的女人实在是太多了 面对不能给自己想要的生活的丈夫直接选择离婚 或者是和别的男人不清不楚的比比皆是 男人碍于自己的个人能力还有在金钱上比较拮据的原因 也只能任由其发展 因为他做不了什么改变不了现在的生活 其实对于这样的人还是比较可悲的 虽然生活很艰难 但他们做出背叛婚姻这样的事情 都是不对的 我想大家都有过这样的梦想 想自己在这座城市有自己的一座房子 但为了这个房子 却是使出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之后却也得不到 这是很多人走向社会之后才认清楚的现状 这也是最终导致妻离子散的最终结局 正所谓贫贱夫妻摆事哀 对于这样物质的女人只能是敬而远之 想对文中的男主说 或许你这就是实来运转 面对拆迁得的三套房 手里还攥着许多的拆迁款 想找什么样的找不到 但我看到你所说的 他只谈钱 或许你还是爱你的妻子的 但你的妻子现在虽然是回来了 但他却并没有要和你复合的意思 而是要来和你争家产的 对于这样的女人一定要把握住自己的底线 实在不行到时候直接走司法程序就行 想对文中的女主说 你这样的女人在当下社会也是很多 已经见怪不怪了 但请你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是你的丈夫出走两年 然后得知你家里拆迁过来找你争家产 你会怎么想 我想大家都是成年人 都能想得明白 谢谢您已经看我的故事 您喜欢视频分享 来到别人 记得订阅频道接受视频通知